弟兄姊妹平安 在向您的恩典当中 祝福您今天这一天 满得神荣耀的同在 这段时间我们在分享 约束亚记 当约束亚带着百姓 过了约旦河面对一个 全新的开始的时候 当约束亚带着百姓 当他们过了约旦河 其实有一个shop 就是过去很习惯的 每天早上起来收玛纳 现在没有了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 是不习惯的 甚至很慌的 没有玛纳怎么办 四十年来的一个习惯 突然变了 可是谢谢主 没有玛纳不必心慌 因为接下来 他们就吃迦南的粗产 神有新的恩典要给他们 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 有的人的习惯是 很喜欢新鲜的事物 但是也有个人可能你跟我一样 是那种很练就的 很怕变动的 很最好在稳定的环境里面的 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 愿主对你说 不要怕 虽然没有玛纳 主的恩典够用 因为有新的祝福 要领到我们身上 主的恩典 真的从来不断绝 然而 过了约旦河 吃迦南地的出产 跟玛纳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旷野里面 每天在那里绕 虽然每天有玛纳 但是其实很无聊 因为每天在那里吃这些东西 却没有什么盼望 因为这一批人知道 他们进不了迦南地 但是一旦过了约旦河 吃迦南的出产 这要告诉我们一件事 玛纳是白白得着 从天上掉下来 我们一般人讲说 天上掉下面包 真的是这样 天上掉下食物来 可是过了约旦河 就不再是这样 要进去得应许之地 就要流汗 要进去得应许之地 就要付代价 到了新的一个人生 新的一个境界里面 我求主帮助我们 很兴奋 因为我们终于可以脱离 旷野的日子了 终于不是在原地打转了 终于不是在那里 每一天无所事事 因为根本就没有盼望 我们这一代 是过不了约旦河的 是进不去得应许之地的 我们终于脱离了 那个绝望的日子 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 荣耀的 神给我们的托付 过了约旦河 就不再从天上 掉食物下来 要吃当地的出产 就要付代价 好像要得耶利哥 就必须征战 得艾成就必须征战 以后的每一战 都是付代价 但是每一战 主的恩典够有 你知道 这就是得地为业 很兴奋的 很新鲜的 每一战都不一样 不是每天吃 从天上掉下来 一模一样的东西 真的很boring 但是 每一天都新鲜 每一天都有新的功课要做 每一天都有新的征战 每一天都靠主 有新的得胜 你预备好了吗 每一天有新的得胜 每一天有新的征战 每一天有新的功课 每一天有新的成长 祝福你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一起祷告 主要帮助我们 脱离旷野的那个 没有盼望的日子 过了约旦河 我奉主的名 祝福弟兄姊妹 今天是充满 盼望的一天 今天会有新的得胜 今天会有新的成长 今天会有新的荣耀 是我们可以经历的 求主帮助我们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这一天走在上帝 荣耀的得胜里面 跟主一起得胜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预备好了吗 今天跟主一起征战 跟主一起得胜 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